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师在玄关区规划百业门协会并结合穿鞋椅 进出门相当便利 住宅在茅培屋时期就进行课变 因此公领域尽可能开放 拥抱窗位领警 客厅沙发不正对电视墙 改面向山海景观 令人心旷神怡 餐厨空间规划宽敞的中道吧台 无论是下厨用餐或小桌放松 都可以眺望美丽海景 提供欢乐的聚会场所 公领域特别划分出赏景角落 并设计泡澡浴池 让人仿佛置身动降饭店 主卧以黑白两侧 区隔出睡眠区与泡汤区 边泡澡边欣赏风景 享受身心灵的宁静 自卧透过小阳台设计 让绿意走进室内 法兰德设计团队针对屋主招待亲友 度假休息的需求 以低财度的主视觉 搭配家具软装的重点色彩 使美景成为放松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